大家好 我是毛迪七的老顽童周同达 今天我这个话题呢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有些事情我看了以后 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或者有的东西我看了 有感慨 我就会想拍点东西说出来 今天我要说的这件事情哭笑不得 可是你想想也真的很气人 是怎么回事呢 我就不说是在什么地方 是出在哪里的这件事情 就是有任一位先生 他开车去停车存车 在停车场停一下办完事 他出来 然后在这个停车场就要出来的时候 就跟停车场的这个管理人员啊 保安什么的就吵起来了 为什么吵呢 因为这个显示出来 电脑里显示出来 这位先生停车停了 九千七百九十三个小时 另外还加着十六分钟 九千七百九十三 小时零 十六分钟 所以说这个保安 这个停车场的这个管理人员 让他交钱 让他交钱 交多少呢 交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五块 一万两千两百四十五块 这个人一下子就懵了 我这个车 会停了一年多吗 九千七百九十多个小时 我怎么停到 我这个车 那不行 你就得交 这个钱不交 你不能走 这件事呢 当然最后解决了 你不管怎么吵吧 这位停车的 这位车主他不干呢 他不出这个钱呢 你让我交一万两千多 他不给呀 最后吵啊 你不让我走 吵起来 没有办法就报警嘛 报警警察来了 本来这个吵啊 不管怎么吵 这个停车场的这个 领导啊 不管是什么厂 这个这个厂 这个这个承包者呀 或者说是管理者什么的 反正这里头领导 前面闹那么大 停车一停 停了九千七百多个小时 停车费的一万二千多 这么大的事情 只是这个收费的 这个跟这个保安什么的 在那里吵 领导不出面 他们也不去把他们领导找来 啊 而且这个 这个车主就是说 你们把你们领导找来 我们讲那个道理 跟你讲不通 他就不找 直到报警警察来了 领导才出来 这位领导不知道忙什么呢 不知道他 为什么是 这个他这个停车场 出这种事 他也不在乎 他也不来 直到警察来了 没有办法才出来了 你不承认啊 我不可能会停九千七百多个小时 这好几百天 这个不可能的 我这停了一下 怎么会这么多 掉监控 什么时候进来的 一掉 要出来了 那么这九千多个小时 怎么来的呢 就是你电脑事故了 就是你那个电脑 有病毒了也好吧 还是怎么样 你那个故障了 有问题了 是你电脑的问题 真的 这件事情解决了 应该就没有事了 警察也觉得 好吧 这个现在解决了 他停了两个小时也好 三个小时也好 把钱一交 走吧 没有问题了 可是我的想法就不一样 因为我的人从小 我就跟别人不一样 我就奇怪 我想知道一下 你这个停车场的 这个收费的人员 你们这个老板也好 就是你的停车场 这个管理人员也好 你怎么请一些智障来 我们想想 如果你不是个智障 你那个头脑 还是正常的人的头脑 你就要知道 如果这个车在你这个停车场 停了四百多天 这个车的话 那肯定你应该有强烈的印象 这个车一直在你这里停着 一收到一万多块钱 这个事情 你就应该感觉在这里 他有问题 你就应该马上要调监控 也好 什么也好 要包括 给这个上级管理 给这个领导也好 打电话 说这个是出这么个事情 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的电脑 他怎么出了 出了一万二千多 这个钱 这个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五块 好像啊 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五块 这个钱 这个不对啊 你就应该想一想吧 你应该是有脑子的人啊 你不是个智障啊 就不让你走 你就得交这个钱 我的电脑显示是这么多 你就得给我交这么多 我觉得 连那个警察来了一下 我要是警察 当然现在警察 你也不能随便打人 以前那个黑狗子 你看电影啊 电视啊 黑狗子 你看你老百姓 不是你 就可以打一顿 我真的 我应该拿电棍 好好吐露吐露你 我打你一顿 这种事 你跟我报警 那你就不知道 这个这个 你这个停车场 到底都停了什么车 有没有停几百天的车 有没有 如果有一辆车 在你这停了几百天 因为呢 那个已经成为重点了 谁都发现了 不行的话 你这个可能 拿这个车去报警啊 或者怎么样 甚至拿去报废啊 那几百天停 停完了 这个车停到几百天 那个车 还能不能启动 我们都不知道了 可是这个人 他的头脑 就变成了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 他这个人肯定是个智障 可是一个智障 怎么去做这种事呢 要让一个智障 去收钱收费 那那个账簿 不会出问题吗 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可是我是这样想 我这个人 我还是这样 所以说我有点不合群 我这个人有点不合群 有点 有点怪啊 所以说就 经常 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 这一件事情 我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 虽然这个事情 你掉监控啊 他几点钟进来的 然后这个事情 就真相大白了 没有事了 好了 回去了 就这样 就这样简单吗 就这么简简单单 就回去了吗 他这里 深层次的问题 是什么呢 还有好像就是那个 比如说 那个高速公路上的收费 明明人家带的是蔬菜 他就硬说 这个不是蔬菜 那个辣椒 也有很多种嘛 什么青椒 什么辣椒 什么菜椒 什么肠的 各种各样的 它都是属于蔬菜 我们一看就知道 那是蔬菜 就是不行 你这个就不是辣椒 过后了 最后经过来闹了 找到领导了 找到 找人来讲理了 最后找到记者 什么都来了 最后没有办法 好吧 那个钱我推给你吧 我多收你钱了 完了 没事了 那为什么不想想 你这样弄 你给人家带来的 你不是说 你多收了钱 退回来就完了 我想那个 要是我的话 当时你这样跟我弄的话 当然了 我不能说的 暴力啊 我不能说暴力的东西 但是就是 我怎么样的忍耐了 忍完了以后 我这个血液也会升高啊 他对我那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甚至影响到我寿命啊 那你这些你都应该赔我呀 或者说用现在的一个文明的说法 那个就叫精神损失费呀 完了就没事了吗 我开着车我要走 你不让我走 你让我叫一万多 一万多 如果便宜的二号车都能买一辆了 我在你这里停了一下车 你收我一万多 你想干什么 你打劫啊 你抢吗 陈小金啊 好像我们小时候 我们家乡有个唱法吗 陈小金 瓦岗债 世世爷爷的府子 快不快 不快再磨磨 我杀人当切菜 你干什么呢 你抢小金啊 你把钱 没有收取 我没给你啊 可是你把我拦一下 跟我吵 那我跟你讲理 你把你们领导找出来 我们吃 你就是不行 我的电脑显示的就是 9793个小时 你就得按着给我交钱 你当我的时间呢 你引起我的那个心情的不愉快呢 你不应该给我补偿吗 当我时间要不要补偿 如果说 我说 我那边有一笔生意 我要去谈生意去 你耽误这么长时间 把我这个生意给耽误了 我那一笔生意 几百万几十万 你要给我负责 可不可以 我这样 如果是 可不可以 如果我那边 我急着 我要去谈判去 我要去签合同去 我那几百万几十万 或者几千万的生意 你给我耽误了 你要不要给我赔偿 你让我那么的愤怒 那么的生气 影响了我的身体 可能这个身体 一影响的话 会出大问题 气伤肝 可能肝会出问题 还有这个激动了 这个血会上脑 血压会增高 这个也可能出问题 你给我带了这么多的问题 你要给我 健康方面的补偿吧 我精神上的损失呢 你给我精神上的补偿吧 这些要不要 我要要的话 算不上是合理 算不算这是合理的要求 为什么说 查了半天 你怎么我 弄得我实在没有办法 我去报警 等警察 警察来了 在那里给两个人 在讲 这个确实是不对啊 什么不对 我电脑就是这样显示的 你就得给我这个 这个谢谢 那好吧 你把那个监控拿出来 我们看看 搞了半天 搞了没有事了 就没有事了嘛 哪有这样简单呢 你一个收费的停车场 你找个智障来看守 来收费吗 如果不是智障的话 这种问题不是很明显吗 因为我们那个家乡话说 那个秃子头上的狮子 那不是在那里明白着呢吗 你就硬闭了眼睛 就不承认 你就硬要钱 你那不是要钱呢 你是找事啊 你是跟我过不去 找我找麻烦呢 我就可以这样认为嘛 所以说 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别的人会怎么看啊 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就是这样想的 那些人不正常了已经 而且这件事情越来越多 这种事情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那些人 他们请这些员工 来做事情的时候 他们怎么请的 高速上收费站的 收费的人也好 他们怎么请了这样的人 智障嘛 那明显就是智障嘛 为什么你找这种人来 还是说打击的不够 慢慢过去了 调节调节 算了算了 没有事了 就没有事了 你当我的时间呢 就好像那位 在高速上运鱼的那位 海边上运来的带鱼 他就硬说你这个不是新鲜的 不是新鲜的我就得收费 那个为什么不是新鲜的 就是收费呢 可能那里头就有什么 比如说你那是冻的 你那冷冻的 可以放很长时间 放半年 是不是 那个就不是新鲜的嘛 或者说你那个是 经过了腌制等等的 这个就更不是新鲜的了 你做成罐头 那存的时间好几个月 这个可能 这些都不能算是新鲜的 可是明明他在海边上 运过了他两个小时 然后你就说他不是新鲜的 你就逼着他吃生鱼 你就在那里逼着他等 然后他在那个收费站 你就把他拦下了好几个小时 当然越拦也不新鲜嘛 你要多拦一段时间 可能那些鱼全是臭的 到时候你算谁的 这种事情就是因为你 你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太温柔了 所以说那些人他肆无忌惮嘛 我想今天先找个乐子 把那个车给我给他拦下 在这个收费站这个地方 说话的机会也不多 跟他没有事跟他吵吵架 也算是解决一下寂寞 可能有这种事情吗 可能 甚至说我们就见过 就有这样的人 这个世上就有这样的人 如果你不严厉一点 好像收拾他 他会经常出 所以说我 大家想想这件事情 是不是我有点过分 我这个人是不是 有的事情太计较 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认为就是这样 你请了一群智障 至少你得把那个智障给我开除了 不然的话我心情不舒服 好吧 今天这件事情呢 我就说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跟我讨论 如果您觉得我想的是对的 我的想法是对的 您支持 请您给我点赞 给我关注 给我长按 长按那么几秒啊 多按一会儿吧 多按一会儿吧 也耽误不了您多大的时间 您也不会太费力量吧 是吧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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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